跟大家介紹一下室內溫度計 室內溫度計有兩款 這兩款其中一款叫做HTC-1 另外一款叫做HTC-2 這兩款都是室內溫度計 但是我們看這兩款的表面 你會發現表面好像是一樣 其實它不是 其實它這個部分只是說 這個溫度計上面它有貼了一個 類似液晶顯示的膜 這邊有貼了一個膜 那HTC-1跟HTC-2都貼了同樣的膜 所以你會發現看起來是一樣的 但是其實它是不一樣的 我們實際上來做一個操作 那我先講解一下HTC-1跟HTC-2它們最大的不同 最大的不同就是說HTC-1 它本身只有一個溫度顯示 好比說你貼在室內的時候 它就顯示溫度幾度啊 濕度是多少 它就是只有一個單一的溫度顯示 然後裝的是電池 那HTC-2呢 這個面你就不要看它 它事實上它的面會分成兩個數字的 一個室內一個室外一個相對濕度 那室內室外怎麼分 機器 機器是一個溫度 然後這邊有一支探針 探針 如果你延伸出去掛在室外的話 那它就是可以顯示室內的溫度跟室外的溫度 那好比說有一些朋友 他可能有想要把這個溫度器 裝在冷凍庫的需求 那我的建議是 這一顆就掛在外面 然後呢 探針 就伸 進去 伸進去 固定在冷凍庫裡面 它就可以偵測到冷凍庫裡面的溫度 然後呢 跟室外的溫度 那我們直接來 裝電池 然後讓大家看一下 我們先把這個上面 這個保護膜 我們先把它撕下來 大家可以看得比較清楚 這邊上面會有一層膜 這邊這一層膜 我們把它撕下來 撕下來它就是一個乾淨的液晶面 這層先把它 看起來就是上面 好 這個是HTG1的 那裝的電池呢 這個應該是4號的吧 裝一顆 這是裝一顆而已 一顆就可以了 因為它左右這邊兩個沒有 它 雖然只有兩個凹槽 但是請注意 它只裝一顆就可以了 這邊兩邊是不用裝的 裝一顆就可以了 然後這邊是溫度 它顯示的溫度是現在目前室內的溫度 那 我們來看第一 那個HTC2的這一款 他們兩款的大小 其實也是會有一些小差異 HTC2的話呢 它會比較 比HTC1還大一些些 好 我們可以看到 它有一個碳針 多了一個碳針 然後我們一樣 把這一層膜 這層保護膜 先把它 先把它撕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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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千辛萬苦 撕到了 它這一層 又跑回去了 手一放它又回去了 就是這一層保護膜 我們先把它撕下來 好 好 請注意看喔 它們兩個不一樣的 就是說它有三格線 三格線很明顯 那 裝電池的部分呢 我們一樣 打開 它也一樣 都是裝一顆電池而已 裝上去之後呢 好 請大家注意看 它目前這樣子 它顯示兩個溫度 一個是In 一個是Out In是室內溫度 就是這一台的溫度 Out就是室外的溫度 就是這一根棒子的溫度 好比說 你要測試的話 很簡單 你可以用個熱水 把這根棒子放進去 然後這個溫度就會做變化 這根棒子的溫度會做變化 好比說 或者是我手這樣捏著 它也會做變化 就是它 HTC2它是可以偵測兩個溫度的 相對濕度 其他的功能呢 跟HTC1 差不多 好那有一些客戶 客戶都會問說 這兩款到底差在哪裡 所以我們就特別 錄了這個影片做介紹 其實呢 都是溫度計 但是它可以 同時間測室內跟室外 或者是你也可以把它當成 它可以測兩個空間的溫度就對了 兩個空間顯示 一個是主機主體 一個是棒子 這是兩個空間的顯示 溫度顯示這樣子 好那 這一款的商品介紹就到這裡 那後面的電池安裝 其實蓋子就是直接這樣蓋上去就可以了 好這樣子 蓋上去就可以了 好 那接下來到這裡 感謝大家 拜拜